廉遊之女第二機 今次我們就和關西了 今次這張便宜的機票 就是 850元左右 每人 兩個人買了一件來20kg 的行李 比起上次東京之旅 時間漂亮很多 早機去晚機反 那天自己真的很厲害 還要不用再睡機場 好 我現在已經來到關西機場 所有東西都很順利 因為早了下機 剛才過關又很順利 很快就已經出來了 剛才坐飛機 很幸運 我是沒有畫位的 所以我非常擔心不能一起坐 誰知道它反而給了一個 要加錢的位置 即是闊一點的位置 即是可以說是香港Express的頭頂 所以整個程都很舒服 睡足整個程 第一件事 我就要去觀光服務中心 買接下來的旅程要的Pass 包括兩天的大阪州郵券 和兩天的近鐵京東來梁Pass 所以兩個Pass都可以在這裡買 這個觀光服務中心 就是在正機場一樓的中間位置 即是你過了海關一出來的地方 非常之容易找 其實它的全名應該是 關西旅遊信息服務中心 在這裡可以買到 大部分關西的優惠交通券 連環球影城的入場券 都可以在這裡買到 原來大阪州郵券和JCP卡 會有九錢 大家一定要購入卡 其實我想 加上手續份 會不會跟奧哲一樣呢 對呀 還要我張JCP卡 不是經常用 最後忘記了 好數要罰錢 真的很低B 還有大家要注意 這裡也挺多人排隊 你要預留一點時間 記得 買完票 我們就直接出去搭巴士 我們要去近鐵上本丁站 去自助售票機到買票 一次過就買了來回的車票 成為2800日圓 大約半小時一班車 坐巴士真的很方便 一定有位坐之外 還有專人幫你放好行李 我選擇一下這次旅程的行程 我們是去五天的 頭兩天 就是利用這張大阪州郵卡的兩天Pass 由南大阪的地方 今天和明天 第三天我決定去內涼 第四天就去京都 就利用這張近鐵的兩天Pass 這張就2000日圓 這張就3000日圓 這張就3000日圓 那兩張都是剛才的觀光 按鍵所賣的 第五天就回到大阪 就是這樣 今天這個旅程的行程 我終於下車了 在大阪喜來登酒店的門口下車 我當然不是住這間酒店 但我們這間酒店也很近 就是走三分鐘就不到 但與其說酒店其實是一間旅館 其實也是 因為我們要黏油 二百多元一晚就超便宜了 很幸運 有巴士可以在酒店附近下車 真的舒服很多 雖然就貴過坐鐵路 少許 但我覺得是值得的 完全不用轉鐵路 又不用怎麼走 對不對 下車之後 我們就首先橫過這條大馬路 走大約8分鐘左右就會到 我都不記得再怎麼走 總之開著Google Map就一定會找到 我們這次住這間酒店 就沒有上次明月酒店的評價那麼好 很多人都說 不是那麼乾淨 有陣味 當然有點害怕 但價錢就很便宜 二百五十塊 然後就有一晚了 是兩個人的價錢 還有獨立廁所和洗澡房 所以現在有點害怕 但希望沒事吧 到了 這裡 還有一個找到 這裡 沒有 擁有 有 明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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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我覺得他很棒 它的位置在朋友 这个就等会了 我现在要拿创意的 你要拿创意的 我把创意的 创意的 我把创意的 给你拿创意的 我把创意的 我把创意的 创意的 创意 OK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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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這樣 的確是 比之前煮的酒店 這麼乾淨的 看到這裡有些積 但是 我欲光沒有東西 我便能接受到 這也不是沒有東西提供的 一千萬元 但這個也是橙子的 對 都沒有 所以都要自己提供 廁所 也不是上去的廁所 不過 這個我最喜歡的 因為太便宜了 有一間房間 還有獨立廁所和浴缸 可以去到二百多元 其實真的非常超值 所以我覺得整間房都OK 我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對 很大 這邊還有一個 雪櫃也有 這個可以 白板的 其實是超大 有兩個三架 有電視 有一個容量的桌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暖爐 應該用二日 因為現在很熱 對 整體來說是非常滿意的 雖然我現在還沒睡 好了 明天睡醒再給大家睡後報告 這間酒店是非常好 暫時來說 在酒店整理好自己之後 就開始我的行程了 雖然現在已經是差不多六點鐘 但是我都會 今天就開始用我的大阪周遊卡 下集開始和大家一起使用大阪周遊卡 晚上還吃了一頓很好味的晚餐 記住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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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